大家好,又係我星星和大家職人吹水 早前我買了原條大魚回來 當然那條大魚是沒有頭的 我都說有些魚頭比魚身貴很多 那天開了三個 有一個是燜豆腐 有一個是燜豆腐魚湯 那魚湯我沒有拍攝 大家可以參考我一些豆腐滾鶴豆腐 還有一些草菇豆腐 都是一湯幾吃的 我可以參考 這個魚也是醃了幾個星期 我今天打算出來煮魚粥 昨晚就拿出來解凍 現在就軟了 煮魚粥 今次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以前在外面做了一些鮮味魚粥 或者泥蚂粥 或者家裡有小朋友或者有長者 都可以用類似的方法來煮 首先米的份量 都是大半個膠殼 一般電飯煲的膠殼 洗乾淨 用少許鹽、少許油 拌一下 然後用水浸 我這裏已經浸了三個小時 這樣就 少許大頭菜 這個都是主角來的 一定要有的 一塊醃鹹了的大魚 有些芫荽蔥花 做魚粥 或者我以前在外面做泥蚂粥 這些大頭菜一定不少 但不需要放太多 放太多 放太多就足夠了 像我今天這樣 我這麼大片 就切太多出來 這樣就可以了 這裏差不多了 讓我有一點鹹味 然後我們處理一點點 都是正常的程序 我們放少許鹽 我們用少許淡水浸一浸 約10分鐘 我們主要是把大頭菜醃製過程中 有些不好的味道 有些很鹹的味道 我們就把它浸一浸出來 然後就看看我們的大魚 現在也是很簡單 我們把它拿出來清洗 打乾淨了鱗 把所有鹽分 洗乾淨 洗四五次 這個大魚籃 其實最棒的就是魚膠 這個位置 我們洗五六次之後 我們就把它瀝水 有務求 這些位置的鱗 全部都打開 還有魚身有黑色的地方 我們就把它洗乾淨 然後我們這邊就洗了幾條蔥 一棵芫荽 一塊腳 保留一些芫荽頭 把魚乾淨 把魚乾淨 洗乾淨之後 我們還是要把它切乾淨 不單要乾淨 我們拿一些廚房紙出來 也要把魚身所有的水分 把魚乾淨 乾淨 腥味的來源 就是皮的表面 我們要徹底清理它 好 魚乾淨 我們就拿一塊薑出來 用薑皮的部分 這樣就可以了 我們先處理魚 我們就開火 把鑊燒熟 隔壁那邊煮水 我們先煎魚 煎一下 魚皮 先把魚皮放進去 下了之後 我們要調到中細火 頭三十秒 你還是不要動它 我們不是要煎熟魚 我們也是把魚煎一煎封去 不好意思 剛剛在聽電話 不要緊的 都影響不到我們的煎魚 我們務求把魚緊餘的水分 再煎一煎出來 還有讓魚的魚身有些香味 當魚可以動的時候 我們就很簡單了 把魚翻了 煎到另一邊 翻了之後 我們要煎到它 稍微動到 我們在旁邊就準備好煮水 還沒下煮水前 想它更加香 我們在鑊片裡 放少許酒 然後我們就二話不說 放些煮水 然後放入魚身 沒有固定 蓋上魚身 就可以了 蓋上蓋子 然後煮水 煮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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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歡用蔥花 以前在外面做雜魚粥 做泥蜂粥 我很喜歡用芫茜 大量的芫茜 在家裡就買芫茜蔥 這樣就可以了 接著我們就拿薑出來 切薑絲 這樣做幼得怎麼樣 盡量幼 用最優勝的刀公就可以了 因為做這個粥 以前做泥蜂粥 也會把肉拆下來 再把薑絲長頭菜 像大頭菜 芫茜 也很棒 把蔥放在備用 到大頭菜,把鹽水倒入,洗一下 然後把它抹乾淨 這些大頭菜我們要檢查一下 如果有皮或筋的,我們不要要 切一切,把它切出來 大頭菜一般用來蒸魚或有時候 把湯底也放進去調味 全部切成大粒 像米的大粒 吃下去的粥 有時候咬到的頭菜,那種的味道很棒 切絲之後,切到一粒粒 盡量油 這些大頭菜的份量不用加太多 因為它也有一定的鹹味 所有前期的工夫都準備好了 我們把米拿出來,當然要看一塊魚 看一看 現在要5-6分鐘,切完的東西都差不多了 我們看看有什麼模樣 用筷子捏一捏 最厚身的捏一捏一捏就可以了 我們拿起魚之後 這裡就迅速放一捏一捏的器皿 我這裡用不快要放約1公升左右的水 旁邊的魚湯,我們等會進去 熬粥的水怎麼衡量 看看你本身是用什麽米煲的 很多時候在外面做都會用珍珠米煲的 水的份量就是會用多一點 我自己家中是喜歡用絲苗米煲粥的 浸了些米,在我家煲粥我都是煲35至45分鐘 很快的,所以水的份量都是1.5公升 大半的電飯煲的米 很多人問外面粥泡的怎樣煲 粥泡的米水的份量會高很多 之前我煲粥也有說過 那些米我們會搓少少皮蛋 也會搭少少腐竹一起煲 那些粥是最少煲三四個小時 所以米水的份量會多很多 煲得很綿 當水差不多滾起的時候 我們就把剛才滾起的魚湯倒進去 等我再度滾起 那些魚湯再度滾起之際 那些魚湯再度滾起之際 我們就容易話不說 我們就把米和浸米的水全部倒進去 全部倒進去 那些米倒進去之後 我們都要不停地反動它 我們務求米不要沉底 我們要把米拿出煲粥 那些米的水沿著 等著米的水沿著滾起 那就要令米動動的狀態 那為什麼很多網友說 煲粥經常都會黏底 啊 你放什麼下去 甚至乎你現在放的匙羹下去 你不動它 它都一樣是黏底的 竅門要攪拌,不要讓它有飯粒粒粒在鍋底 因為粒粒粒粒很容易會粒,放什麼都沒用,不攪拌 攪拌至水再度滾起,讓米粒粒有個跳動 這些是煲粥的基本技巧,在外面煲幾十人的粥,怎樣煲呢? 就要掌握這些技巧,不然你每餐都煲得很快 煲到它,即是有翻騰狀態,要調火爐 調到它,不停看到米粒湧上來,火爐是適合的 薑絲都可以全部放進去 讓它煲粥的香味,像芫荽頭那些 剛才煎煮的,不記得放進去,放進去 全部放進去 我們保持著現在滾的狀態,現在我們在用什麼火呢? 這裡讓大家看得很清楚 我們看到那些米粒在不停地自動翻動 這些就是煲粥前,20分鐘前的狀態 因為煲到15分鐘左右,米粒差不多爆發了 這樣就開始有些飯,有些膠粒,會熄出來 那時候我們再調低,小一點點的火 因為煲粥,為什麼要煲明火,明火粥,明火粥,明火,白粥 一定要夠火,動些米才煲到好的粥出來 那時候煲了十多分鐘,那魚到底要怎樣去處理呢? 我們做這些魚粥有兩個方法 我們在外面做泥蠻粥,把泥蠻煎香之後 全部把它拆肉,即是較大條的泥蠻,把它拆肉 有時候我們有些師兄弟喜歡釣魚,釣了一些雜魚回來 我們都會拿去拆肉,然後混在一起煲 如果家裡有長者,有小朋友的,我都建議大家現在去拆肉 但是如果拆肉,我建議大家買魚腩這些位置做就會比較好 因為它背脊都是有些幼骨的,大家拆肉的時候就少吃肉 這次我不會拆肉了,待會我會淋上一些蒜頭豉油,小熟油 再配竹一起吃 其實最主要是配合拍照 因為這個魚腩這麼棒的大魚腩 現在看到魚腩就很想吃,因為這些魚腩都很好吃 如果再考手一點,做我們的順德名菜 拆魚餅羹 當然,你買一個大魚頭,足夠你買這條大魚尾整條 足夠你買的 因為吃一個拆魚餅羹,在外面吃是相當貴的 幾年前也做過一次拆,但我不是用大魚頭 我也是用這些魚,做一個拆魚肉羹,順德 竹子煮一下煮一下,看到旁邊有些泡,我們怎樣處理 我也說過很多次,逢有這些泡,我們都會撇起來 如果師傅守門好的,煮湯或其他東西,看到有這些 你懂得撇泡,代表這位師傅是細心 撇完泡的泡,倒進去就可以了 我都沒有攪拌過它 我開始攪拌過它之後,它滾到現在 我都沒有攪拌過它 現在的竹藥膜煮了30分鐘 這樣就開始開花了 這個竹藥膜煮了10分鐘就差不多了 這個竹多煮5分鐘後,現在全程煮了35分鐘 這樣已經開始綿綿的了 如果你想吃拆鱗魚竹的,你之前就拆鱗魚肉,起骨 現在就把鱗魚肉放進去 如果你想吃鱗魚肉要熱的,現在也可以放鱗魚下去,浸熱它 我這次鱗魚就冷冷的吃,熟一下竹,我就不動它了 至於粥的整體鹹度,你要放鱗魚肉下去,才可以調味 大家可以看到,現在煮了差不多40分鐘了 現在開始綿綿了,差不多了 因為我不太喜歡吃太稠的竹 最後一段時間,加芫荽蔥花 如果做了一些拆鱗魚肉,現在就放鱗魚肉下去,就可以熟了 然後調味道就可以了 因為做這些魚竹,你要夠味道 要夠鹹味才好吃 這樣我就保留這塊魚,主要都是用來拍照的 如果把肉肉插進去吃,就更好吃 喜歡吃鹹鮮大魚的網友,給我點讚,星星 喜歡吃 黎蚊粥的網友,訂閱我職人推出的頻道 如果兩者都喜歡,麻煩你加入我的頻道,會員繼續推出 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為止,我先拿一些酸熔豉油出來 下條影片再跟大家分享 我什麼時候都說,懂得看還是看片尾? 片尾什麼要看? 當然是魚膠,現在加粥下去 真的不用說話 然後大量芫荽蔥花 再放上去 大家看看這裡 這個大魚,解嫩